我愛翻尋味,吃得很漂亮 我愛翻尋味,吃得很漂亮 我愛翻尋味,每天都舔舔舔舔 萌萌今天帶大家來到 梅州市的梅江區三角鎮 後面這個大名鼎鼎的 百年圍龍屋,成德樓 這個成德樓可以說是 這個地區裡規模最大 而且保存得最漂亮的圍龍屋 成德樓這個圍龍屋 除了有建築的歷史文化之外 還有客家美食的文化在裡面 不如我帶大家一起見識一下,走吧 這裡還有花轎 欣賞還欣賞,差點忘記 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 要找我們這裡的星級廚師 陳澤煥師傅 和他一起了解客家的飲食文化 來吧 星廚陳澤煥 是廣東省粵菜五星名廚 和梅州市客家菜名師 在廣東省粵菜師傅工程的評定中 同時獲得省政府和市政府頒發的 粵菜師傅工程,陳澤煥大師工作室證書 客家菜來說給我體會是很大 它是很有溫度的 每一道菜它充滿了內涵 充滿了溫度 充滿了記憶 用心去做 傳承 一定要把心給傳承下去 因為每一個人炒菜 有很多方式方法 但是沒有了 心它是炒不出有記憶 有靈魂傳承客家歷史的烹飪記憶的手法 我們知道陳師傅是我們的升級大廚 也是這次我們的粵菜師傅 升廚幫扶項目裡面的梅州地區的負責人 是的 也有你同樣一班非常優秀的大廚、香廚 不如我們逐一去介紹一下、認識一下 沒錯,這次梅州站 由我去帶領香廚 我們坐這邊 是 心太原山莊 朝靈的黃勇、黃師傅 我們這個是大埔小四城的 大師傅 你看看 我們這個瓦爾飯店,平原的 是 自己當老闆 我們左邊這個年輕酒家 是我們的石師傅 我們節儉的,這個邱師傅 是 你看看 我們左邊那個,五華小明羊的 胡師傅 我告訴你這餐美食 真不是普通的飲食 你知道嗎 因為這次幫扶是怎樣說 是用最地道的 我們梅州當地的特色美食 去創造一個新菜 所以每個師傅很用心去做這件事 不如我們一起去見識一下 那麼多位大師傅 他會怎樣做這些菜式出來 外外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在我身邊的這位 就是聯興酒家的香廚 石師傅 今天歡迎我們帶來什麼國家菜 我們現在給大家介紹一道 就是那個 江義菌黃角魚 我們拿來的食材都是冰土的 像這些黃角魚 都是我們河道裡都有 它是專門吃那個梗 就是我們芋頭的那個狂 這個是江義切成小塊 然後用鋪碎機打成汁 第一個步驟 先把那個薑、蔥、蒜白爆香 爆香以後就放100克水 然後那個泡腳煮成入味以後 把那個鍋水 焯一下水放到盤底 用這個黃角魚 切成片以後 我們要用那個鹽 這樣醃一下嗎 對,鹽 醃一下 糖也一點點 要醃一下 先把它充分攪拌 每一塊都有那個鹽的味道 先給它入味 對對對 然後加入澱粉 澱粉 然後加入這個油 即是封住它 鎖死它的水分 準備放魚的時候 我們下這個 已經泡最好的那個汁水 煮它當以後 淋上去就是一道完美的菜 外外翻層味 吃到漂亮漂亮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做的是 菁英糕叉燒 我們想用了大埔當地的食材 菁英子 菁英子是經過在山上採摘的 然後洗乾淨 做成的菁英糕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廣式茶燒 這裡金英糕叉燒的擺盤 真的很講究 將叉燒切好之後 將草莓放在旁邊做裝飾 用菠蘿片做底 叉燒坡在上面 再用小花做點綴 這樣就可以出菜了 外外翻層味 吃到漂亮漂亮 這個菜叫蘿蔔前 靠鮑魚 我們用到了熬的雞湯 還有靠蘿蔔的水 這個蘿蔔菜是我們每週 白蘿蔔曬乾切成的片 就是搭配了鮑魚 調味料我們的比較簡單 就是鹽、味粉、白糖 還有一點點醬油 還有這個呢 也是我們客家特色的 紅柱米磨成的粉末 我們去調一個顏色 調好味之後 將乾蘿蔔前放進去一起焗 焗十多分鐘之後 將乾蘿蔔前撈起 鮑魚繼續焗30分鐘左右 而乾蘿蔔前 就用來切成花的形狀 和焗好的鮑魚一起擺盤 一道這麼新鮮的菜式就做好了 我愛翻尋味,吃得漂亮… 吃得시 20 Agreeds 鮑彩上濾杯 如果燒的菜式就心拍了 最好是… 所以我們把它們塗合 一個ぽ過三鮮的食材 例如,… 這個是石師傅做的 這個…我們看看 上邊,其實這個… 很有特色的是我們的深鮮已經化閥 活關 他是用甚麼? 是用用…我們浸那個紫薑 是 還有護河, 你看了 煮黃骨魚 是 那股味道, 我們聞一下那股味道 聞一下 它是很惹味的 一點都沒有味道 對, 很精神 師傅這件事, 它是祖傳給我們 不是單是他, 爸爸傳給他 做這個酸薑 很爽的 是吧 它吃下去的辣, 它不是其他辣 是 它是薑的味道 沒錯, 我很喜歡薑的辣味 它有點帶酸, 對吧 又不是酸得很厲害 是 很精神 魚片, 你看, 浸得滑滑滑滑的 魚很滑, 而且又甜 這個看起來不是很傳統的客家菜 裡面有鮑魚 這道菜是五華大國的食材 這道菜就是他們的蘿蔔纏 蘿蔔纏是怎樣呢 即是白蘿蔔, 把蘿蔔泡泡了 是 一片一片, 曬乾 那時候的乾香的風味很獨特 即是曬乾的蘿蔔? 對 這個比蘿蔔汁沒那麼韌 而且爽口很多 爽口很多, 但是一下子就曬了 是很香口的那種味道 為何要搭配鮑魚呢? 如果我們不搭鮑魚的鮮味道 它就提鮮不到 鮮是來著甚麼呢? 我們的沉香和鮮 一定是兩種既客 這個鮑魚真的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跟我們平時吃的那種 曬乾的蘿蔔前 味道滲入鮑魚 對, 它的味道很鮮鮮 很香 我們包著吃鮮甜的味道 你現在的追求不一樣 年輕人的 我們吃的味道 肯定要追求, 有追求就可以了 你沒有傳統的東西 你怎會做出這麼好的東西呢? 一定要有傳統帶出來的菜 這個又是我們廣式的叉燒 你嘗嘗味道很獨特 這個叉燒跟我們平時吃的叉燒 它完全不一樣 它一咬下去, 咬一聲, 爽口 而且味道很鮮 對, 有一點匯 香 它的味道是… 少許甜, 但更多的 就像有果味, 水果味一樣 這種香味是我們客家獨特的 這是我們大舖的 甘蔭自告 它通過幾道工序 它製作成的, 即是我熬的糕 長時間去熬製它, 煮製它 它吃出來有一點香味 果香味, 就是我剛剛吃的 還有帶有一點苦大腿 對身體很好 這些都是我們客家一天 在山上就地取材 做出來的美食 繼續看看各位大師傅 有甚麼新的菜式讓我們嘗嘗 我們要吃回一桌 叫做馬鈴薯 我們要吃起來 我們要吃下 我們要吃太多了 因為我們煮了 莫 слag 其實傳統的客家菜有甚麼特色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客家菜來說 又是最中國菜、最中原菜 因為我們南千過來 千多年的歷史 每個地方承低了幾百年 而且我們客家菜最有味道的 最入味、有淚味 鹹燒肥 燒是甚麼意思? 鹹燒…鹹和肥 我都知道燒是甚麼 燒即是熱、有溫度 每個菜很熱、辣、辣 吃起來就熱、辣 熱氣騰騰的感覺 對 所以客家人、客家菜 是需要一班人傳承出來 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外外翻尋味,吃得漂亮… 在我身邊的這位 就是瓦爾飯店的邱師傅 邱師傅,你好 你好… 是,今天為我們準備些甚麼客家菜 準備的是… 紅菌豆腐頭燜龍蝦 這個大堆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 紅菌豆腐頭 就是非以文化物質遺產 是… 是… 這個豆腐居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做法 是 是 這個紅菌我們製作好了 是,那樣是如何烹飾 這個菜式 第一個步驟是龍蝦肉 拿去過油炸 是 之後肉要過油 這些紅菌豆腐頭 切成片 一起燜 調味料 雞粉 雞汁 豉油 就可以了 那之後拿去一起炆,大概要炆多久呢 就是五到八分鐘就可以了 接著就將煮好的龍蝦 和紅菌豆腐頭擺好盤,就搞定了 外外翻尋味,吃得漂亮… 今天我給大家帶來的是 生態園涼拌廣府豆干 這廣府豆干是我們膠領縣的一個 長宿食材 它的製作工藝是列入了 我們每周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裡面的 廣府豆干在我們膠領的 它傳統的做法都是用來燜的 放五發肉、蒜苗下去一起燜的 今天我給它帶來的是涼拌的做法 跟秋葵、土豆泥融合在一起 主要突出那個豆干的豆香味 外外翻尋味,吃得漂亮… 大家好,我是來自豐順集日餐飲 有限公司的邱世生 這個苦麥皮是我們豐順的特色食材 今天我用我們的豐順苦麥皮來燜這個黃魚 先用油,將薑、蔥蒜爆香 然後放入黃魚 加點料酒 再加點水 再將苦麥皮加進去 將黃花魚煮熟就可以了 我愛翻尋味,吃得漂亮… 這個也是在星級大酒店 才看到這些菜式 但是是一個香脆桃 是 很特別,這塊這麼特別的呢 是什麼呢 其實這塊叫紅粉豆腐頭 是 這塊在平面 是 那塊是很獨特的 氣候 那塊做的豆腐頭 跟粉豆腐頭特別不一樣 你看看,這塊豆腐頭 這邊是紅色的,是一個菌 因為它對氣候要求很高 所以在平面,它是做得最漂亮的 我剛才看到這個菌 這個豆腐頭 我最初以為上面那塊橙色的 是芝士粉 原來是這個紅菌 而且對身體有益 對,菌嘛 我們的益生菌 益生菌 但是我看到這個豆腐 經過這個時間和溫度 好像發酵了之後 裡面的顏色是比較變化的 因為它這種叫菌 菌自然的空氣之後 在豆腐頭上又會發酵 它的味道很特別 我可以大概形容一下 它吃下去是很香的 菌菇的那種味道 而且它咬下去的時候 它有一點吃菇的感覺 所以說它有菌味、菇味的膏 所以我覺得這個味道很特別 很獨特 試試跟這個龍蝦肉 用來豆和海鮮 和煮其他東西都很棒 是嗎 它們的味道也很配合 而且它的火候剛剛好 你才知道 很彈滑的 對,很爽口的 而且很滑 我們可以嘗嘗豆腐 是 港福豆腐, 超級美的 魚架包換, 你嘗嘗豆腐 很香 什麼香 它的汁的辣香 有一點蒜蓉的味道 包上那個豆香味的豆腐 是嗎 我先試這個豆腐 而且它做到這個有一點辣 它的辣是完全蓋不到豆腐 是嗎?你試試看 是, 真的 因為我們平時吃的豆腐 都有分很多種 有些滑豆腐, 有些老豆腐 它相對來說 屬於比較結實的豆腐 而且它的豆香味是很濃郁的 有口感的 你不吃下去 豆腐吃了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們嘗嘗的, 硬要出來 是 所以吃豆腐是很有境界的 對吧 吃下去, 滑滑豆香味 吃的豆腐 沒錯 一定要有豆香味 有豆香味 而且它沒有經過其他的加工 就是加了酸蓉辣汁 對… 很簡單 就可以帶出它的味道 這個很體驗客家人的勤怒 自慰 我告訴你了 說出來, 你也可能不相信 我覺得傳統客家的味道就是這個味道 鹹香 因為我知道客家人很好吃的鹹 鹹是濃郁 那種很獨特 它的味道很厚 它比貢菜更爽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它是甚麼菜 但是咬下去是很爽的 是嗎 我告訴你, 這種關節就不賣了 既然地道, 剛才所說的 一定離不開我們封信的苦蜜皮 你先相信, 苦蜜 我們是苦蜜, 整條管 外面的苦蜜皮撕掉 是 然後撕掉它, 煎了它 就造成這個苦蜜皮 苦蜜皮是否就是我們平時吃的 苦蜜菜 對, 苦蜜菜是一條管 那條管 很粗 苦蜜菜其實是比較… 拔在外面那一層皮 然後就做了這道菜 這是黃花魚 黃花魚 因為風順那邊靠近 這條魚很鮮 鮮 跟苦蜜皮很配合 這個味道真的相當驚喜 來到傳統客家的地方 我以為光是會吃到 傳統客家的味道 新鮮、美麗就可以了 想不到這麼多位大師傅 製作出這個菜式 既有傳統, 既有創新 真是想不驚喜也很難 今天算多菜 在傳統的食材之中 去創新我們的客家菜 其實都是我們社會發展的需求 我們一定要金上高脫的速度 也感謝陳師傅 對我們這麼多位大師傅的 一個角度 傳承下去才能令客家菜 得到一代傳一代的 做得越來越好 好了, 我們試完這麼多菜 是時候邀請出 我們這麼多位香廚粵菜師傅 一起跟大家見面 肯定 今天我們的收穫真是非常大 不過我們遠到以來 參觀了一個梅州很有特色的圍龍屋 城德樓 也見識到這裡的傳統的客家建築文化 也很榮幸認識到我們的 升級大廚陳師傅 以及他們一眾 也是非常優秀的香廚粵菜師傅 他們做的傳統的客家菜 可以說越來越有特色 也希望各位大廚 在未來的餐飲行業上 發光快熱, 做得越來越好 製造更多的客家菜 讓大家品嘗 今趟的旅程可以說 能夠吃到傳統的客家味 品嘗我們的傳統客家文化 今天吃得這麼開心 當然要特別名借 圍龍屋聲軟酒家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謝謝… 謝謝各位大廚 是時候再點一句我們的口號了 對, 一起來吧 好, 一起, 3、2、1 我愛番叢味, 由頭吃到尾 再見… 拜拜 拜拜